记者郑宏达台北报道,内政部都市计划委员会经审议通过涉子岛开发案,内政部次长花敬群指出,此案有三个附带决议,包括做好聚落及人文保存,安置计划诸户列馆,合理安置以及区段征收计划审议前应举办听证。 内政部都委会今上午开会审议变更台北市市林区设子岛地区主要计划案,台北市长柯文哲率是否团队前往,表达设子岛非开发不可决心,强调将坚固居住、环境、产业的规划原则。 经历三小时会议后,该案获得通过花敬群于下午的内政部记者会中被问及此事,他表示会议开了三小时, 听取23位陈情者的意见,绝大多数是希望尽快通过都市计划,有部分居民对此有些担忧,是因设子岛经过三到五代长期觐见,所导致的产权复杂。 花敬群说,内政部将要求北市府提出更细致,完整的安置计划,要将4000多户的现住户逐步列管,包括对于每一户要如何安置,谁要购置或租用安置。 租金如何计算,如何申请社会住宅及补助多少到外面租房等等。 花敬群说,对于设子岛当地产业,未来在征收,清理后将何去何从,将如何引导,或未来回来设子岛的开发,也将要求全面清查,列管。 会议中柯文哲市长对此也欣然接受花敬群强调,此案三个附带决议,第一为应透过细部计划做好聚落及人们文理关系保存,第二,为安置计划应逐户列管,合理安置。 第三,为区段征收计划审议前,北市府应办理听证,若内政部觉得不够彻底,可再办理听证。